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4月30号 于于向当当网全体员工发布内部信 称李国庆在网上接连自导自言闹剧 让大家不必理会 南都记者从当当网处确认了这封内部信的真实性 于于在内部信中透露 李国庆去年起诉离婚 更多的是想得到当当股权 法院的审理还在进行当中 而他为了私利 无视法律进程 肆意扰乱当当 当当网没有召开过股东会 没有修改过章程 李国庆不是当当的管理层 公司早已经跟他结束劳动关系 他用股东身份姿势 我们已经报案 截至发稿 李国庆方面并没有就这封内部信 给南都记者回应